好接著我們來探討在磁學應用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磁場提供的一個裝置叫做螺線管 solenoid 它基本上就是線圈繞成一圈一圈的非常緊緻 甚至於為了有時候要增強我們的磁場還做成一層兩層三層四層五層 來增強我們的電流的圈數來加大磁場 好我們來計算這樣的螺線管根據它的基本參數有半徑跟長度還有圈數密度這三個參數可以得出這個螺線管所提供的磁場 我們知道這個螺線管隨著圈數越來越多的話 每一個電流線一個環就提供了一個磁場 這個磁場因為圈數越來越密越來越長的話 越靠近中間地帶的磁場就越來的均勻 而且同方向 所以在外頭的這個磁場就會越來越稀疏 越來越小 角圈數趨勁無窮大的時候呢 它幾乎就會變成了均勻的磁場 好 所以我們來假想一個理想化的螺線管 應該提供一個內部管內的磁場是均勻的 同方向而且到處都一樣大 至少是在同方向 至於是不是一樣大呢 我們可以從安培定律來得到證明 我們來看 外部的磁場是0 內部的磁場是均勻 沿著這個管子的方向走 所以如果我們選擇一個這樣子 一個橘色的矩形的安培環 長度是H 這個寬度是低的話 寬度是我們現在所看到這個寬度的話 這個長度是H 那麼我們要做這個安培環的積分很簡單 磁場一定是這個方向 所以一定跟DS這兩段是垂直的 所以這兩段的路徑積分沒有貢獻 外部的磁場是0 所以這一段也沒有貢獻 所以唯一有貢獻是從A到B的積分 而且一定是同方向的 A到B都跟螺線管的管B同距離 所以磁場在這裡都是一樣大的 而且同方向都是在路徑積分的方向 所以B.DS就是BXH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BXH 所以這個整個路徑積分就是BXH BXH應該等於μ0I encross 這個環到底encross的多少的電流呢? 那就是這麼多骨電流 這多骨電流可以用H乘上圈數的密度 所謂圈數的密度就是 單位長度有多少圈 所以N乘上H就是有多少圈 再乘上每一圈的電流I 所以μ0I N 或者NH 就是我們的incross的電流 所以B就出來了 把H消掉 所以B就等於μ0I N 其中這個N是圈數密度 I是電流大小 所以我們看到 整個在內部的磁場是均勻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計算裡面 我們並沒有規定 A跟B要離管B有多遠 所以這個大小是與管B的距離無關 所以內部的磁場是一個均勻的磁場 所以我們真的得到一個均勻的磁場 而且也與這個半徑無關 因為與這個距離無關 就與半徑無關 也跟這個長度無關 只跟螺線管的圈數密度 以及裡頭所流的電流有關 就是兩個參數決定了 裡面的均勻磁場的大小 Bμ0I N 這是螺線管的磁場 同學們一定要記得這個非常重要的結果